回来了,希望大家可以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现在英国很多人去了那里,就说有自由空气 当然英国当然是有自由,但是自由不是没有界线的 全世界的自由也是有界线的 在英国做了一件事,全世界是第一 其他地方都未真正拿到一个法律来规管 现在英国政府就说要规管这件事 那你说是否好事? 其实我认为是要做的 但是你说要不要管得太死 我经常说不应该管得太死 那它管什么呢?现在英国政府 英国政府就是要管AI的发展 那它出了一个白皮书 这个是新的 是当地时间,3月29日印出来的 那是哪个部门做出来的呢? 就是英国科学创新技术部 Department for Science,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那现在的情况 它就有说到的 监管机构呢 就要考虑五个明确的原则 那就可以监控这个 人工智能行业 它使用的创新和安全都要监管 那第一个就是安全性可靠性和稳健性 那他就说人工智能的应用 应该以安全和稳健的方式运行 并且仔细管理风险 透明度和可解释性 这个也是要规管的 那就是开发和部署人工智能的组织 应该能够沟通什么时候 和如何用这个人工智能 并且以适当的详细程度 就解释那套系统的决策过程 以匹配使用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 就是要看那个风险是怎么样 另外当然还有就是要公平的原则 人工智能的使用方式 就要合乎英国现在的法律 2010年平等法 或者英国GDPR 不可以歧视个人 或者创造不公平的商业结果 还有一个就是要问责制和治理 需要采取措施去确保人工智能 的方式去处理 就是看一看那个问题 问责制治理 这个是要做的 对不起 我真的对不起 我看到一些留言 有时候真的没办法 因为本来就是 我本来已经很专注做节目了 但是有些留言 我是看到对不起 不关大家的事 这个是我的问题 是我平复不了我的心情 就是有些事情 我也很抱歉地跟大家说 有时候 我看到有些事情 我是没有办法 真的再专注做节目下去 那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包涵 等我 用回 10秒20秒的时间 平复心情 我才再继续做 因为有些事情 是令人太过愤怒的 其实我看到有些事情 明明已经说给那个人 已经在做直播 有些事情 是没有时间的 正在开会 正在开会 正在做直播 正在开会 你还要在这里吹 其实我是 没有办法接受这些行为 那我再继续说一下 现在再说一下 现在再说一下 其他事情 好了 那就是要说一下 问责制和治理的情况 需要採取 措施确保人工智能的使用方式 进行适当的监督 并且对结果进行明确的问责制 就是要问责的 还有呢 就是 那 有时人工智能做的事情 是不是要质疑呢 那他就提出了一件事 就是你可以 争议的 以及有些补救的办法 人是要有明确的途径 去质疑人工智能 产生的有害结果 有害结果 不是有效结果 是有害结果 或者是决定 那 这个 DSEED 什么DSEED 刚才说的 那个政府部门 就是Department for Science,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他就 有说到的 那用这个方法呢 就是英国的规则 就可以随住 这个法规那里 就可以随着这个快速发展的 技术发展 就是有调整的 那就保障 对公众的保护 那就不会阻碍企业 用人工智能 来实现更加强劲的 经济增长 更好的就业机会 以及大胆的新发言 那希望的是 从根本上 改善一般人的生活 那在 就是 就是未来12个月 英国监管机构 就 会向这个人工智能公司 就发布 这个实用的指南 和其他工具和资源 好像风险评估 和善明 如何可以在其他行业里面 实现其他原则 在 就是 他们的国会 就是 允许的情况下 就可以引入立法 那就确保 监管 机构 就 每次都要考虑 刚才我说的五个原则 那 英国也计划在 人权 健康 安全 以及竞争 监管 机构之间 就分配管理 这个人工智能的责任 他就不是 整一个新的 专门 负责技术的 新机构去管 那他就拆开 几个部门去管 那 之后管不管道 我不知道 在这里 Yu Tong Wong也多谢你的支持 Yu Tong Wong也多谢你的支持 Yu Tong Wong也多谢你的支持 那 我继续讲 今天会讲得很差的 我觉得 因为做直播是要很专注的 如果不专注 其实是做不到的 我也要跟大家讲 就好像你 去做一个presentation 你一定要很专注 其实做直播就是一个presentation 如果是一个 其他人在专注的情况 其实是明知的 有些人在明知的情况下 再作出一些资料 其实这种做法 是绝对不能够原谅的 好了 那我继续讲一下 政府呢 也会出2万英镑 你没有听错 真的是2万而已 2万英镑呢 就是做一个新的sandbox 出来 这个就叫沙盒 不好意思 因为现在的消音系统是没有用的 所以你会听到一些 就是printr的声音 因为 我这里有人在做事 那为人工智能的企业 提供一个测试环境 那些企业呢 就可以测试 如何将监管 用于人工智能的产品和服务 那就可以去支持 那些 创新者 把那个想法推向市场 就不会受到 刚才我说的那些规则的 阻碍 就是他就想起了 你要考虑某些东西 如果 有些 新的 创新的东西 可能就 在这个框架下面做不到 那他就做另外一个系统 出来 他做另外一个系统出来 就让你在那里试 试完之后 可以了 那他才会再推出去 那政府现在 这样的做法 当然是 要监管这个 人工智能 这是第一步 那其实 要不要一些 强而有力的监管 我认为是要的 就是 AI 现在当然有很多争论 那 周三的时候 有一个研究所 叫做Future of Life 那他就发了一封公开信 那发了一封公开信 叫什么呢 就叫做暂停大型 人工智能研究 公开信 那就呼吁 所有人工智能实验室 立刻停止 比GPT4更加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训练 暂停的时间 是要最少六个月 那 如果 这个机构 是用一个 引渡变价性技术 来造福生活 是远离极端大规模风险 为使命的 这个机构 叫做Future of Life 那他呢 在封信里有提到一件事 大家都可以想想 我们不应该 冒着失去文明控制的风险 将决定委托给 未经选举的技术领袖 只有当确保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的效果是积极的 它的风险才可控 以及才能够继续开发 人工智能实验室和独立专家 应该在暂停期间 共同制定和实施一套先进的人工智能设计 和开发共享安全协议 由独立的外部专家 进行严格的审查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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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哪些人签了名 电动车救世主也签了名 他是有暖署的 那 途灵长的得主 Yoshua Banjil 这个在 Montreal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Montreal 他已经签了 他是专家 这个是很厉害的 另外就是Stewart Russell 这个是Berkeley U.C.Berkeley Professor of Computer Science 这个又是一个教授 叫人停止 开发人工智能系统 另外还有就是 电动车救世主Elon Musk 叫人停止 其实现在有些事情是要 我认为是要讨论的 不过很有趣的 最初的 联储信 公开信 最初是由OpenAI CEO Sam Altman 的名字 不过之后消失了 就是 OpenAI 他会继续做研究 哈哈哈哈 这些全部都是 其实签了名的人 就是 就是 AI 行业里面 他也是有一定的地位 还有就是 蘋果 蘋果另外是 司创人 Steve Wozniak 就是 他是 严格来说 就是 蘋果那些技术 就是他搞的 就是最初的时候 不是现在 现在当然是另外一些人 很多人都签了这个公开信 其实就 现在是 看得到就是 1060个人 签了名 其实也是一些大佬签的 好了 那么 毕业就说 内地都开发民生日 而AI聊天 是大小的 是的 但是你去到某些情况 就OK 我说一句不好意思 我跟大家道歉 究竟什么事 这些不关大家的事 就是 我也要说清楚 盐柱练育兽狼 不是 盐柱练育兽狼 不好意思 多谢你的支持 有些事情 我是没有办法 也要多谢网友 其实我也没有看大家的留言 也要多谢邱汤汪你的支持 很多谢你 那 那 回来继续讲 这个不是我的频道 一定要讲 这个不是我的频道 一定要讲清楚 这个频道不是我的 我只是在这里出节目 一定要讲清楚 如果你说这个频道是我的 那当然不是 这个一定要讲清楚 起码 我一定要有些事情要跟大家讲 如果你说这个频道是我 我就没有办法接受 为什么一定要讲清楚 其实之前有些事情 我也是要讲清楚 因为 我在市面上 不是完全不认识人 有些 知道我是什么人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的同学 就是知名人士 其实就是这样 有些 common friend 一定是有一些 这样的情况 我一定要讲清楚 这个现实 一定是有些common friend 所以 如果你说 台是我的 我就告诉你不是 有些事情 我也是被迫无可奈何 之下 我一定要做出一定程度的切割 是不是 哈哈哈哈 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 一定要讲清楚 就是 有些事情 我们 就是说出来 就是 希望 事情 就不会再烦到自己 其实 是很简单的 做好该做的事情 就算了 做好就算了 做好就算了 有很多事情 其实我不想你 如果你说 我说 提早议员 我是 不想的 就是 很多时候 其实 如果你有留意 其实我不是整天都会这样 我有时都会这样 因为有时 有些人 是会明知的情况下 说了给他听 没有空间 都是要一大堆短讯 一大堆 他说 你不看就行了 关我什么事 这个态度是这样的 如果是有这样的态度 我就没有办法 接受 还有 有些人说 我打个电话给你 我打个电话给你 先烦一下你 没办法 我也要再说一次 Loris 不用说 对不起 有些事情我都要说清楚 因为 那些人认为 这个台队是我的 我告诉大家 不是 其实之前已经说了 不是 本来这件事就应该结束了 有些人当然 要 严格加一些东西 我没有办法 我控制不了 一些人想什么 我说什么 就已经说了 对吧 对吧 我说了就已经说了 这件事就完了 对吧 对吧 好了 香港人 在多哥的日子 一定要有些资源 才可以在这里分享 其实我希望 帮到我自己之余 也帮到大家 好 其实我想做的事情 就是这样 很简单 就是 原意是很简单的 也多谢 Garfield New 你的支持 也多谢你的支持 就是 很坦白地说 有些事情 说到这里 其实我也要差不多 因为现在 英国的情况 我说到这里 就算了 为什么 有些事情会这样 我也不能回答 有些事情是没有办法的 我也要这么说 是没有办法 就是没有办法 好了 说到这里 休息一会儿 回来我们再说 其他话题 有些事情的滋要性 真的太大 我也说了 不好意思 真的很抱歉 是抱歉到 我连找到 控制室也找不到 哈哈哈哈 好了 休息一会儿回来 再说其他话题 跟中国优优独播剧场 集到 公正 最让 Zither Harp Zither Harp